各位法师 各位居士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则佛典故事 这故事出自法句辟语经 护戒品 在大正习第四册 578页 上南到中南 过去佛在色谓国喜欢经社 为诸天及人们宣扬开示经法 当时在罗越奇国 也就是摩基陀国的国都王舍城 有两位初学的比丘 想要前往色谓国拜见世尊 但是从罗越奇国到色谓国之间 辽阔空旷 绝无人焉 由于正直炎热的干旱旗 泉水枯竭 结果这两位比丘又饥又渴 没多久就中暑了 连呼吸都感到气喘 后来他们看到一处旧泉水 泉中有几生残留的水 但水中却有着许多细小的虫 无法饮用 如果依照佛制的戒律 有虫水 那必须用绿水囊 先过滤才能够饮用 但是他们没有带绿水囊 两人看到这种情形 相对着说 我们特地从远方来 想要拜见世尊 想不到世尊还没见到面 法都还没听 竟然今天命丧于此 其中一人就说 暂且先把水喝了 成够保住性命 前往拜见佛陀 有谁知道我们 喝水杀生的事呢 而且 是不是会有罪报等其他的事 又怎么会知道呢 另一个人回答 不行不行 佛陀明白告诫我们 修行应以仁慈为先 为了自己活命 而残害众生性命 即使见到了佛 也没有什么好处 得不到什么利益的 我宁愿守戒而死 也绝不要犯戒而生 第一位比丘 急着想要见佛便任意 畅快地喝下了剩余的水 继续上路 而第二位比丘 因为坚决不喝有虫水 因此而上命了 命中之后 立刻升到六异天的第二天 也就是刀立天上 他反省思维着 当下了解到自己 由于过去是持戒不犯 所以今生能够投生到天戒 这里 佛的教导真是千真万确啊 原来获得福报 并不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 这位天人马上手持着香花 从天而降 抵达佛前 向佛顶礼以后退到一旁 那位喝了有虫水的比丘 长途跋涉 疲惫困顿 树日之后才来到佛前 他看到佛高洁的品德 无上尊贵 崇高伟大 向佛顶礼后 流着眼泪 对佛说 我有一位同伴 在途中死了 想起他因固执 不知变通 而没有办法到达这里 拜见佛陀 真令人感到难过 希望佛能够了解这件事 佛说我知道了 佛用手指的天人说 现在你眼前的这位天人 就是你的同伴 因为他严格持守 清净的戒律而升天了 而且又比你先抵达这里 于是四尊打开身符 显示胸部的金色身 对这位比丘说 你只想看到我的形貌 却不奉持我的戒律 虽然说你见了我 但是我不见你 如有人离我万里之遥 而仍然能够奉行 经法教计 他当下就在我的眼前 于是四尊便说了一段祭颂 大义如下 广学而多文 持守境界不失坏 今生及后世 都能够得到美好的声誉 而且所缺的愿望 也都能够得到 学识浅漏 见吻不广 持戒不完备 则今生及后世 都会受到苦痛的果报 原本的心愿 也会丧失 无法成就 学习佛法有两个要点 第一是要常清净善知识 多听吻正法 这是重在听吻 第二是安稳如实的理解义理 重在理解 如果多文又能够深刻了解真理的话 即使遇到任何困难 也不会再造作邪畏不正的行为了 那位喝了有虫水的比丘 听了这段祭颂之后 感到既惭愧又不畏 向佛顶礼忏悔 默默地思维反省自己所做的行为 另一位守戒而升天的天人 听了这段祭颂之后 信中充满了喜悦 当下得了法眼镜 正得出国 在场听闻佛开示的诸天与众人 大家都发愿一教奉行 这个故事在食诵律 也有类似的内容 前半段都相同 后半段 佛对那一位喝了有虫水的比丘说 你真是愚痴的人啊 你想见我的肉身做什么呢 不如那位慈戒清净的人 反而先见到我的法身 慈戒清净人见到佛的法身 你只不过用肉眼看到我的色身而已 接着 世尊又说了一段祭颂 大义如下 内心不好好思维观察 则所见的既不精确也不真实 这样愚痴的人 只是贪求见我的色身 就像飞蛾扑火一样 飞蛾看到火 他只是看到那个形 但是没有意义 他看到了不精确也不真实 就如一个愚痴的人 只想见到佛的形貌色身 但是法却没有契合一样 色身只是充满了不精 你想要见这样的色身 有什么用呢 色身的内部充满油脂 血肉等不进物 外表在覆盖着一层薄皮而已 那位比丘虽然被饥渴 所逼迫 却仍然能恭敬地持守 清净的戒律 到死为止都持守着佛陀的教戒 因此是那位比丘 见了佛的法身 而不是贪生怕死的你 这个故事有几个地方 值得我们反省 一个就是要广学 要多闻 而且真的要了解 其中真正的意理 要持戒不失 才能够见佛法身 见佛法身比见佛的色身 更加的重要 我们眼睛 肉眼看到了佛的色身 我们还要用慧眼 来体悟佛的法身 同样的耳朵 我们不是只是听经而已 要气入内心 听入心 同样的嘴巴念佛 也不是嘴巴 囊囊上口这样念而已 要心念 同样的拜佛 身的礼拜 不是只有动作而已 要内心恭敬 其恭敬心 如佛 就现在面前一样 另外 除了多闻以外 真的要理解 如果多闻又理解 那就不会造作非法的行为了 以上 以这些 跟大家共勉 请不吝点赞